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杨蜜的出轨之谜 在打杨蜜结婚生完之后 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她帮刘凯薇戴绿帽子的新闻 这分分钟被出轨的概率 我掐指一算 基本上已经赶上了庞姐接纳的被怀孕的概率了 这不前几天又有一个疑似杨蜜离婚的爆料了 咱们先不管这个料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个爆料者的中文水平 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夫妻中的一方跟当红炸子鸡有了笔笔 什么笔笔啊 现在好几个月啊 我的天啊 这话的意思好像是 谁都可以跟这个炸子鸡生笔笔啊 鸡老猛了吧 太猛了 这次这位炸子鸡呢 有网友猜想是 L1 L1的迷妹们咱们先不哭啊 不管说啥 我还是相信他们L1的人品的 对吧 对吧 这咋还罗玉凤呢 你怎么扯去嘛 罗玉凤是谁啊 罗玉凤是姑娘 杨蜜抽归L1这个传门呢 已经不止第一次传了 咱在两人拍摄烹饪心动时候 L1就已经否认过了 只是革命友情 虽然富丰年方二八 血气方刚啊 正是把妹的好年纪 但是人家也是很挑的好吗 怎么也不会对一个人 气下手吧 有些东西是不可以乱吹的 另外作为一个三观正的少年呢 李一峰也是在做节目里表示 不能够接受五向出轨 如果你自己来判断觉得 这两件事情 从你的心里觉得 哪个会更让粉丝失望 出轨 出轨对不对 原因是 这个还是一个道德问题 虽然每次在杨蜜出轨的事件里 无端端躺枪啊 但是李一峰 你不是一个人的躺枪啊 早在14年的12月时候呢 微博上就有嘉威的账号放猛料称 杨蜜跟刘凯薇离婚了 原因是杨蜜有了婚外情 这次的对象呢是陈学东啊 这个爆料编的也是很用心啊 直接称两个人被目击 一起进了上海的某公寓 回来不去啊 在小四的地盘上 逗小四的男人啊 这我可就不信了啊 另外呢 让我们追溯到杨蜜 还在跟刘凯薇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有一条爆料劈腿的新闻 就是一次杨蜜跟刘凯薇分手 练上了戏听风 具体的细节报的是 杨蜜曾在半夜 敲开了谢天风的房门 虽然这次的新闻 最后也是被澄清了啊 但不能不说呀 咱蜜蜜真是自在撩南星本领啊 每一个合作过的演员 都会在爆料中爱上蜜蜜 不过细看呢 这里面其实都有一些 炒作的痕迹啊 比如最新的这次生BB的爆料 虎智娜搜了一下 各种娱乐门户网站的相关新闻啊 发现就在刘凯薇杨蜜澄清的同时呢 刘凯薇的新戏 《宁萌初上》也在开始做宣传了 而另一部栽派的继承人呢 也是发出了通稿 看看人家这通稿 前面全是大广告 最后再加几句刘凯薇的澄清啊 都亏玩啊 我说 哎 虎虎啊 如果一个长得像杨蜜的美女 半夜去敲你的房门 会说什么呢 不会说 小剑 对不起 我们的洗脚店已经打压歇业了 那如果你是杨蜜 你会怎么样来澄清这个出轨的新闻呢 首先 我会发一封律师喊 强烈谴责您消耗 倒要死全家 接下来我会发一条这样的微信 人家又不似八角与罗志向 那还会那么多才有腿 可以批了 表情不够的店 那如果你是刘凯薇的话 你会怎么样来求婚一个人 我是香港人的 我们香港离婚和你们对店不一样的 我们要不婚居一年以上才有结婚了 不过 我们现在也是真的不正常见面了 那你们上司店面是怎么死到呢 下一次 就是下一次嘛 虽然关于大秘密跟刘凯薇之间的感情生活呢 一直是被各种造谣跟怀疑啊 但是 这个背后的深层原因肯定是因为 有一票人早就不看好这一对相差了快12岁的明星情侣了 其实侯正的个人是这样 相差几岁没什么不好的对吧 毕竟我媳妇现在不才上初中嘛 哈哈 不过说回这个大秘密啊 其实咱们真正不非看好的原因呢 虎哥总结为了以下几点 首先来说一下杨蜜跟刘凯薇公开婚期的时间点啊 那天凌晨杨蜜吸着的好友刘诗诗 才刚刚公开跟吴契龙的恋情 原来诗诗心高采烈的想进行的头条 肯定是老娘承包了吧 结果就在几个小时之后 杨蜜就立马公开了跟刘凯薇的婚期 这样在同一天的公开让人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这个所谓的结婚 其实就是杨蜜弄出来想抢刘诗诗风头的事呢 我偏真不可 你敢 另外杨蜜跟刘凯薇虽然同为演员 但是人际相差实在太大了 基本处于女强男弱的形式 这种有别于一般传统现象中的男强女弱 自然又多了一份不看好 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的表面证据 比如两人结婚之前呢 杨蜜跟刘凯薇那叫爱的一个热情似火呀 打个倍也要发微博略一下单身狗 两人当时在微博互动at不下数十次啊 但是结婚以后就突然变了一副面孔 基本上不怎么互动了 这就又让网友们加深了怀疑 不过对于微博互动这个事拿出来当证据 其实有点扯淡啊 毕竟人家两口在工作充实 凭什么要在微博上这种社交平台聊给你们看呢 你们有没有掏钱让人家聊五毛钱的 对吧 最后呢还有一些人不看好杨蜜的婚姻生活 失去的杨蜜好像不怎么管孩子带孩子 这怎么说的啊 现在很多普通人家里不也是父母带孩子吗 怎么就从这点上看出人家婚姻不幸了呢你 虽然大蜜蜜的眼睛方面呢 我还是持这个保留意见的哈 但是感情方面 相信蜜蜜不会干啥不豆腐的事吧 毕竟从面向上来看 我蜜是那种一心想在娱乐圈里 扎根混出点名堂的人啊 对吧 什么是眼神 不过在这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她哈 不要老是吵一些感情方面的绯闻了 你可以拥有一颗少女的心 但是真心的不要扮演那种未婚少女 出来个人了 好吧 啊 最后呢我们想恭喜一下杨蜜啊 凭借着新营人的爆料新闻 成为了各大门户网站头条的年费会员啊 恭喜恭喜 哈哈哈哈 啊恭喜恭喜啊 嘿嘿嘿嘿 好了接下来进入 后给缩口活的板块快来了 再十秒 发什么噪音 发什么 本来就没什么存在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悄悄的开始又悄悄的结束了 各路明星悄悄的打了个酱油 没有留下一个新闻 但前几天在兵部典礼上 昔日的鱼女大长腿梁勇齐 却留下了一百多张冲照啊 但在电影节 官派人员的脑袋短路了 在伴奖舞台上设置了一块 爬不溜秀的冰面 然后GG作为伴奖嘉宾 就踩着十厘米的戏根 上演了一束花样流冰零份的烂力啊 直接和一个公身前倾旋转 帕重重的摔了一跤啊 疼痛直满分啊 就在这之后 聊了短路的女主持出了原场了 哎呀 GG你穿的这次特别优雅呀 我的天呐 这正正眼睛说瞎话的主持功力 后果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呀啊 你先别哭 我大致扫了一眼 你没走过 在台湾跟大陆网友在脸书上 进行的表情包大战中 大陆网友凭借着大杀照也就是 皇子涛的表情包呢 狠狠地用了一把包刀的兄弟姐妹呀 由于这样一位表情包的功臣 有不少网友表示 小哥们的友谊来得太快了 我已经黑出感情来了 虽然在猛浪于兰是个少大牌 但是最近无理涛涛的集团的表现 还是很有礼貌的 首先看到粉丝微笑招手之异 接着看着一群妹子 拿着自己的表情包接近呢 涛涛也是主动调戏 是我本人好看 还是表情包好看呢 你最好看了 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无理涛涛是嫌美一笑 是当空与明啊 不过大家也没以为涛涛真的不在乎被黑啊 看看那些接近表情包啊 我说没有丑照 还能叫表情包吗 虽然现在电影票房有不少取分啊 但是一个女性的票房号召力呢 依然简压在业务水平的最高标准 根据现有的数据 蓝牌女王杨幂贝比分配25个亿和30个亿 进入了票房女性的前10名 而老拍的书记赵薇也在榜单里 最战争现在的前三名 第三名是电影女王百百合 第二名是巨凶女神张雨琪 虽然这个凶事很难超越了啊 但依旧有位老牌女性力压了雨琪 那就是出演了美人鱼和西游祥默的灵魂女配角张美娥 美娥奶奶用朴素的眼睛和真实的面果告诉我们 性感的平常只是30大 她终将老去腐败 她用她的脸激破了我们对美侧的那一丝丝执念 哎呀妈呀我真是编不下去了啊 最后感谢星夜的独到眼光啊 本期的打开方式 后期小妹将会让劲东哥王凯 这对带欢乐送里永不同框的好机友强行同框一下啊 继续楼城那段未了的故事 一起来看看吧 如果晚上我被小碰碰的话 我能不能看你的电话位呢 这合适吧 说我好害怕 那也不行 我一个人住 晚上也没有办法让你们送我来医院 想诚心管我来点 总得编个好点儿童 好 怎么了 不解释一下吗 我告诉你 这个人很危险的 要不要我去给你当保镖啊 不用了 真的我怎么看都觉得画方不对 所以呢 中午了 一块吃个饭吧 没问题 有什么事吗 到我家来一趟吧 嗯好先挂了 好了就到了本周读评论发红包的时间了 今天的红包金额依旧是多少 多少 多少 一百 很好 首先第一位评论叫做 知恰恰恰的小美女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哈 发现猴真探虽然长得像这个手链号 但是看久了其实还蛮耐看的 这个名字啊 看在你如是诚实的份上 第一个猴帮就给你了啊 再给他 一位叫做Michael的小猴帮说道 从第一期看到现在一次都没有念过我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你个松果猴脸 不是 松果脸是什么脸啊 啊 松果脸是什么脸 松果脸 这是表扬是吧 啊对对对 表扬好 啊帅 好那看在你持之以恒的评论的份上 又表扬了我 这个红包送给你啊 好 再来公众话上一位叫做王林林的收到 虎哥 你看了最新的逻辑思维了没有 快吐槽一下 对于这么赤裸裸的卖广告 有点接受不了啊 说得好 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 最讨厌的就是赤裸裸打广告的啊 做内容者的骄傲去哪儿了啊 尊严去哪儿了啊 丢人 一点都不像我们烘茶君那个赞助商啊 不管哪个味道 喝起来都是这么好喝 最好 喝茶太单调 家今有味道 好 最后一个红包呢 要交给我们这个体重担当 烘茶君来给我们念了啊 来 好 这位叫做龙明晨小微的朋友她说 嗯 我听了这猴哥的歌声后 有种闲妙的冲动 这位孩子 我懂你 我在西云川 这是她说的一天的话 我都吓尿了 嘶 这个红包 我送你 你记得要来一箱烘茶君哦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唱歌很难听吗 我唱歌很难听吗 你说 难听吗 啊 这起码 闭尿 闭尿 啊 不要忘了各位同学啊 还有两个大红包 欢迎来关注我猴哥的微博 来参与我们相关的转发 先领取了哈 也欢迎来这里加入我们的哥哥群 还有我们的微信 红雷cp 爱你 红雷cp 爱 红雷cp 爱你 这cp的一点默契都没有 这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再排练排练哈 咋个事 不是说这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对我先这的呀 你先这的 我这的咋个事呢 排练半天啊 这就好了 气死我了 气得我还得喝一瓶烘茶君的缓一缓 不过要喝红的 最后呢 猴真太要问大家把一下李小璐最近一轮的姐妹撕逼啊 在错过杨幂获自业之后呢 李小璐又跟贾连姐妹团的某位昔日闺蜜决裂了 一号是430099我在这里等你哦 明年这个时间 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 大山林带洗手思念 女孩子 你 整形地给 不理 太多了爱 怕醉 没人可爱 再美的人 也会 再来咯 我会 送你红色玫瑰 你别那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 梦才会真一天 我选择在你爱里 正对 我不撤退 我选择在你爱里 我给你这条青路享受享随 你最珍贵 拜拜